天井將男子帶回警局準備驗尿 因為在他身上搜到安非他命和吸食器 男子只能乖乖就範 但十年前一名成性男子被妻子舉報吸毒 卻拒絕驗尿 憋尿 憋尿長達九小時 警方請示檢察官後將成男押到醫院 用尿管倒尿 結果驗出有吸食安非他命的陽性反應 成性男子不服認為強制採尿 讓他生殖器極度疼痛甚至血尿 指控警察違反法定程序 對此 憲法法庭十四號宣判侵入式採尿 嚴重侵犯隱私權 可能造成精神上的屈辱感和心靈創傷 不符合憲法正當程序原則要求 判決並訂定兩年的落日條款 應該取得檢察官合法鑑定許可書後才能執行 警政署也說明如果情況緊急 遠景要以非侵入式方式採尿 二十四小時內要承報檢察官許可 如果檢察官不允許要在三天內撤銷 保障人民的基本權利 我是吳怡璇 想要跟我一起看新聞嗎 現在就打開華視的YouTube頻道 按下訂閱 還要開啟小鈴鐺喔